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徐 经常有朋友让我拍一期这个更换空气滤清器 空调滤清器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就用两台车给大家实地演示一下 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是怎么拆 怎么装怎么换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车的空气滤清器 其实我这个车特别的简单啊 就是两个卡子 这里掰掉 掰掉 然后这边往外面一拔就拿出来了 看到没有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把这个拿出来 这就拿出来了 这就是空气滤清器 给大家讲一下空气滤清器的作用是什么 它就是隔绝一个空气 隔绝空气中的灰尘 大家都知道发动机要进气 这里它装在这里要进气 然后从这里往上面吸 那么灰尘就被隔绝在这下面了 它就进不到这上面来 大家懂了吧 就像我们人的鼻子里面的鼻毛一样 鼻毛就是用来隔绝灰尘用的 然后发动机就好像是我们人的肺 你肺里面吸进去了不干净的东西 那么你肯定要咳 对不对 发动机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不装这个东西 那么时间长了 这个灰尘进去进多了 发动机就会得哮喘病 为什么说这个空气滤清器要用好一点的呢 因为质量不好的 有可能它上面没有这个格子 还有的可能就是说太软 材质不行 那么时间长了 这个发动机 它的吸力比较大 就容易把这个吸变形 那么这个东西一旦变形了之后 它的贴合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么发动机这个外面的灰尘就很多 那么隔绝不了空气中的灰尘 那么灰尘全部都通过发动机的进气道 就进入到燃烧室里面 那么燃烧室里面一旦有灰尘 极碳多了 它就容易拉缸 一旦拉缸了之后就烧机油了 最后把滤清器装上去 卡上这两个卡子就可以了 这边是大众结达的空气滤清器 有一点点不好坏 没有工具 主要是缺少一个鱼尾钳 需要把这个卡子夹过去 还要拔掉这个废气管 我现在手里面工具也不齐全 就给大家演示一遍 当你把这个卡黄取掉之后 把这个盒子往上面一抬 抬过来背面有一颗十字螺丝 把十字螺丝拧掉 就能把滤清器取下来了 这个车相对来说要麻烦的多啊 给大家看一下车内的空调滤清器 是怎么更换的 大部分的空调滤清器 都是在车的副驾驶脚下面 但是也有很多车是在这个手套箱里面 需要把这个手套箱拆掉 还有个别的车呢 是在主驾驶这边 就是油门踏板这边 还有一部分车是在雨刮器 右前方雨刮器下面 就这么几个位置 我这个车呢 是在这里啊 这里 把手扣箱打开 这里有个开关 摁着 这边这个阻尼器 它自己就掉了 知道吧 自己就掉了的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装空调滤清器的地方 大家看着啊 这边有三个卡扣 往上面掰一下 这边有三个卡扣往上面掰一下 掰一下 然后往上面一提 就拿下来了 这里面就是空调滤清啊 我这个还有点脏了 一年多了 没换过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很多的树叶 有很多的灰尘 这个也是隔绝空气中的灰尘啊 好 这个空调滤清器 我已经拍打干净了 准备装上去 给大家说一下 安装的注意事项 这个空调滤清器 是要分正反的 这个英文字母是气流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读什么 这个是箭头符号朝下 意思是这个气流 是从上往下来的 知道吧 这样装进去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装反了 装反了有可能不起效果 把空调滤清器使劲 往里面按一下 装到位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固定卡子卡上 这样就装好了 最后一步把这个手套箱装回去啊 先把这个手套箱的阻尼器 给它装回去 直接一按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 然后使劲往上面一怼 这样就可以了 装完之后试一下 有没有阻尼 非常简单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福特轿车的空调滤清器 是在哪个位置 其实我这个车是比较难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把这个整个手套箱 全部拆下来才能换 也是和刚才杰达的一样 在这个手套箱的背面 位置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杰达不用拆手套箱 我这个车必须要拆下来 而且螺丝有非常多 有差不多七八颗的样子 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要把这个出风口拆掉 这个出风口 所以说我说为什么很麻烦呢 就直接使劲拔掉就行了 大家不要觉得心疼啊 看每次 每次换个空调滤清器 都要拆这个出风口 拆了出风口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颗螺丝 两颗螺丝 然后在背面 这边上这个盖子里面 还有两颗 然后这个手套箱下面 有两颗拆完 把这个箱子往外面一拽 就拿出来了 大家看懂了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美系法系车比较反人类 你换个空调滤清器吧 还要把这个出风口拆掉 手套箱拆掉 你才能换 你看人家韩系车 日系车 德系车 人家只需要轻轻把这个手套箱往下面一放 就能拆下来了 一分钟都要不了 但是这些车呢 你还要去拆螺丝 拆这些乱七八糟的 而且每次都要拆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难怪就是修理工会吐槽这些车了 对不对 其实人家也说的没错呀 确实是比较难换 我自己都很厌烦我这个车 换个空调滤清器太麻烦了 好 朋友们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空气滤清器 空调滤清器的更换方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 其实很多车子它这个更换方法是不一样的 位置也不一样 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 可以在网上面查阅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空气 空调滤清器怎么选购 你们去修理厂换的时候 一定不要贪图便宜 因为很多修理厂它就是拿的那种比较便宜的 它净价便宜 卖的也便宜 但是那种效果不好 不推荐大家使用 然后4S店呢又比较贵 它的一般是正品质量还好 但是比较贵 也不推荐大家用 那么最好的方法 我建议大家是去网上面购买一些 大品牌质量好的空气空调滤清器 然后再到修理厂更换 但是前提大家要愿意给公司费啊 你不要老是想着让人家免费帮你换 这个给公司费吗 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是不是 而不是想贪便宜 就是说让人家免费帮你换 这个是不好的 修理工师最讨厌那种 明明在网上面买配件 他又不愿意给公司费的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给公司费 想节约这一笔钱 那么就可以看我的视频 可以学着自己更换 或者也可以到厂家指定的地方去更换 大家懂了吧 这样做的话肯定就是价格比4S店便宜 但是质量和4S店一样 好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学视频的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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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